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流传下了无数的宝贝 引来了无数外国人的追捧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十大国宝 它们到底有多神呢 外国人看到以后称赞不已 然而其中价值五千亿的传国玉玺 居然只排第二 那么第一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排名第十的随猴猪 一听这名字 大家应该也能猜到这东西和随猴有关 这东西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据说在春秋时期的时候 随猴在外出的时候 碰到了一条巨蛇 被人给砍成了两段 随猴动了侧隐之心救活了这条蛇 这条蛇感念随猴的恩德 于是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夜明珠 这颗夜明珠通体纯白 放在黑夜中会发出自然的光芒 屋子里就像是白天一样 这颗珠子的来历非常神奇 它的去向也是一个米 在随猴去世之后 这颗夜明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有专家在湖北省隋州市 发现了一座古墓 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曾猴乙墓 墓里有173颗玻璃珠 现在我们看是平平无奇 但是在古代的工艺背景下 能够做出直径2.3厘米的玻璃珠 实属难得 而根据专家大胆的猜测 这珠子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随猴珠 不过到底是真是假 没有人知道 估计也只有随猴才能证明了 第九件则是十二金人 话说这金人 不管是在哪个年代 那都是稀罕物 然而在秦始红的手上 不仅做了金人还一口气做了12个 而且这还不是小金人 而是12万斤的巨型金人 你说豪横不好横 秦始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了 我们也不卖关子了 其实秦始皇让工匠做的不是金人 而是铜人 在古代金子其实就是铜 这铜人世界的高度是三丈 当时的一丈是231厘米 三丈就是6.93米 按理说这样高大的铜人 普通人还真的搬不走 然而从现实来看 这十二座金人却小无声息的 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有野史说是董卓将这些金人给融化了 最后制作成了铜线 然而这种说法却颇有争议 因为董卓是东汉时期的人 在此之前那是战乱频频 就说在项羽攻入咸阳城的时候 就将一切给烧了 难道他没对金人下手吗 这一切也说不通啊 再来说第八名也是叶明珠 但是这叶明珠和嘴吼可没有关系 而是慈禧的真爱之物 据说这叶明珠应该是荧光石一类的物质 价值可以达到八十万两白银 天价的外观 它有着神奇的功效 慈禧将这颗叶明珠放在嘴里 起到尸体不腐烂的功效 不过后来孙电英在盗墓的时候 将这颗叶明珠给盗走了 最后盗墓一事爆发 孙电英为了讨好宋美玲 将这颗叶明珠送给了他 宋美玲特别喜欢这颗叶明珠 为了能够天天见到他 宋美玲将这颗叶明珠镶嵌在了鞋子上 不过在后来宋美玲到了美国后 这颗叶明珠就消失了 珠子到了哪里 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 我们国家的宝贝真的是多到数不胜数 除了随后出十二金人 慈禧最喜爱的叶明珠以外 还有许多让您意想不到的宝贝 我们马上来揭晓 第七名同奔马 都说文物是最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的东西 这同奔马您可能没听说过 但是他马飞燕的成语 相信各位一定知道 它是东汉时期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 也是现在甘肃省博物馆最为出名的藏品 要说以马匹为创作元素的铜制品 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算少数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件同奔马 能够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设计 马腿内加有铁心 以增强支撑力和强度 定格了天马林空腾月飞鸟的神郡形象 骏马三族腾空气势神气不已 其中一只马的蹄子掠到了一只飞鸟的背上 飞鸟则回头转世 这一画面定格在了这个瞬间 被不少外国人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品 再说第六名就是刘胜金驴玉衣 它是我们国家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驴玉衣 作为西汉古墓出土最出名的文物 这件玉衣主要的材料是玉片和金丝 而它的主要作用也是仿佛 在很多小说中都出现了金驴玉衣的身影 不过过去人们对这种神奇的衣物没有什么直观的认识 只知道穿着这种衣服入脸 能够保证实体不腐烂 古代人对于永生的执念 也让金驴玉衣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地位 那么这位刘胜是谁呢 为什么他在死后能够穿着金驴玉衣呢 刘胜虽然不出名 但是他却有一个有名的后代 那就是刘备 刘胜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刘姓贵族 像刘备自报名号 说自己是终身晋王之后 足以看出当年刘胜的实力 第五名是一幅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作为我国的十大名画之一 清明上河图在我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那么它到底为什么如此出名呢 第一点确实是这幅画是艺术真品 这幅画总共有五米多长 有人吸手过画卷里共有各自人物 牛 锣 驴等牲畜 还有车轿 大小船只 房屋 桥梁 城楼等各有特色 简直就是繁荣的北宋 闹饰图的真实写照 第二点则是 清明上河图所藏有的谜团实在是太多了 到底这张图里有多少个人物 为什么名字要叫清明上图 这里面有什么关联吗 到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的盛况 这些让人倍感疑惑的谜团 也让清明上河图的神秘感倍增 第四箭是越王勾剑剑 作为代表古代清农器的代表 这柄剑可被称作是天下第一箭 既然是名剑 那么它肯定有自己的故事 传说中越王寻求名是欧耶子所铸造的八把宝剑 视为越王八剑 越王勾剑剑就是其中的一把 它的剑身上布满了鬼子的黑色灵性暗格花纹 正面还越王勾剑自炸用剑的鸟转名文 要知道当初它一亮相 那可是震惊了中外 外国人都不相信 我们中国古人居然可以建造出这么精美的短剑 第三件是商四阳方尊 这座商四阳方尊作为青铜剑的代表 制作的非常精美 方尊的四边上装饰 有非常的多道图文 比如胶叶文 三宁魁文和寿面文 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 方尊的肩部四角 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脚羊 羊头与羊镜伸处于七外 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作为皇室祭祀用品 这座方尊不仅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 对于专家研究春秋时期的文化 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件则是传国玉玺 这传国玉玺那可是历朝历代皇帝 最重视的东西 有一话叫做谁拿到了传国玉玺 那就可以坐上九五之尊的位置 那么这传国玉玺是怎么流传到后世的呢 这里面仍然有故事 相传传国玉玺是用和尸臂制作而成的 和尸臂的故事相信大家应该都清楚吧 这里面还掺杂着令相如文毕归照的故事 总之到了最后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也拿到了这块宝玉 最终秦始皇让自己的亲父大臣李斯 把这块玉制作成了传国玉玺 当初秦始皇是想着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够一代又一代的把王位传承下去 然而秦始皇没想到还刚刚传承了两代 秦国就被灭国了 您说讽刺不讽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么这块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呢 这块玉玺一直传到了北宋 在发生了靖康支持后 这块玉玺就离奇的消失了 第一件则是圆明园十二生肖 兽手同向 专家通过复原技术将圆明园被破坏 之前的场景图复原了出来 这些铜像设计成了十二生肖的图像 它们是圆明园海燕堂外喷陈的喷头 是用红铜铸造而成的 每个铜像其实也代表着固定的时辰 到了固定的时辰之后 喷头就会开始喷水 每次喷水时间到达两个小时 场面非常的壮观 在当时我们国人没有时钟 所以只能通过喷头来确定一天的具体时间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 然而可惜的是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他们烧杀抢掠 将我们的十二个铜手都给抢走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牛手 虎手 马手同向才开始出现 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 中国保力集团买回了牛手 猴手和虎手 赌王侯鸿燊先生也买回了猪手和马手 目前十二生手受手铜 一共回归祖国七个 还有五个铜手下落不明 但是这毫不妨碍其成为我国的无价之宝 看完这段视频 大家对于我们国家十大珍贵文物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